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12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樊东宁 今天是美国传统节日圣诞节 在这里先祝贺美国之音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节日快乐 不过全球金融海啸所带来的经济寒流 却明显冲淡了今年美国和世界各地民众过圣诞节的气氛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来和大家一块谈一谈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节日购物以及节日旅游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 踊跃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 首先请孙诚来为大家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孙诚 教皇本土十六世在梵蒂冈的圣诞节步道活动中呼吁中东和平 教皇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午夜弥撒中对数千人发表讲话 他呼吁在中东结束仇恨和暴力 圣地耶路撒冷的天主教领袖特沃主教 在伯利恒的一个深夜晚岛中为中东和平祈祷 伯利恒是圣经中所说的 耶稣诞生地 可我说战争不能产生和平 监狱不能确保稳定 最高的墙也不能保障安全 许多聚集在那里的教徒们 他们穿越了一道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隔开的水泥墙 以色列人说这座墙是用来保障安全的 但是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这道墙是它的目的是圈占土地 昨天也就是圣诞节前夜的这一天很多美国人在最后一分钟涌向商店寻找减价商品 前一步前的经济状况人们花钱的时候现在都十分谨慎 下面是美国人的电视报道 圣诞节前的这一天仍然有许多顾客来到各家商店和购物中心 希望在最后一刻能够寻找到便宜和重义的物品 对商家来说 节日的装扮和圣诞音乐恐怕难以掩盖对来年经济状况的担心 消费者们也表示了对经济的担心 正在这家商店购物的詹尼特说 我觉得每个人在花钱时都有点保守 更加小心 我们都想等到新年时再看看情况 另外一位顾客则表示 我去年比今年买的东西多 所以今天我只想买一些减价的东西 然后还要注意自己钱包里到底还剩多少钱 为了促销 商家们延长了退货期限 并且与其他的商家在价格上展开了竞争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当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星期三圣诞节前期在一段录音讲话中 感谢美国军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他还鼓励大家团结一致 摆脱经济危机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奥巴马在录音讲话中 向服役多年的美国军人表示称赞和感激 他说 很多军人是第二次 第三次 还有的甚至是第四次前往国外服役 我们知道他们不但是勇于奉献的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岸防卫队员 而且他们还是忠诚的父亲 母亲 丈夫 妻子 儿子 女儿 兄弟 姐妹 在圣诞节来临之际 他们的家人在庆祝节日的同时 心里还在默默地挂念着他们远在他乡 随时都有危险的亲人 奥巴马在讲话中还提到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 预计奥巴马1月20日就任总统后 当务之急就是挽救美国经济 奥巴马说 目前对许多在经济困境中奋斗的美国人来说是艰难时期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很多人为支付账单和保住住房而苦苦挣扎 他鼓励大家团结一致 摆脱经济危机 奥巴马全家及好友将在瓦鲁岛度过一个12天的假期 他们在岛上租了一套海景别墅 奥巴马的助手说 在度假期间 奥巴马将不参加任何正式活动 不过即将就任总统的奥巴马还是会看智囊团简报 并和助手会面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以色列外交部长利夫尼和埃及总统乌巴拉克举行了短暂的会谈 讨论以色列和加沙边境一带暴力增多的问题 利夫尼外长星期四在开罗跟乌巴拉克会谈 一天前 哈马斯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至少60枚火电弹 利夫尼在开罗一次集会上表示一定要制止哈马斯袭击 利夫尼说他们已经够了 埃及帮助沃贤达成了以色列和哈马斯六个月的停火协议 停火协议在上星期到期 后来安全急事 急剧恶化 吉尼亚军事政变领导人要求政府成员在24小时内投降 政变领导人陆军上尉卡马拉今天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 如果所有军方官员和政府官员24小时内不到迪亚洛军营投降 将受到在全国范围内的搜索 星期二之前 哈马拉对吉尼亚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太知名的人物 吉尼亚独裁领导人孔黛去世以后 不久 卡马拉和军方的其他成员星期二宣布接管政府 卡马拉宣布自己是总统 但是同时也表示他本人并不打算 在2010年他承诺举行大选的时候参加竞选 星期二以来 吉尼亚总理苏尔瑞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但是他否认自己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 好 以上就是美国丁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谢谢您收听收看